星期五 星期五 好 回到第二節發鬼夜淫 第二節 大家聽著先 看不到應該暫時 現場應該看不到 Live暫時看不到 網頁可不可以看到 網頁應該看到 有機會看到 網頁版剛才我試過也好像看到 我自己試過是OK的 想看我們的樣子就看網頁版 或者課金也可以 另外如果真的用APP就沒辦法了 大家先聽著聲音 想看樣子可以幫我們看Youtube 幫我們重溫推一下view數也可以 是的 請到卡上來 當然說回歸故了 好 沒問題 剛才大家如果看不到的話就重溫 有一條閉路電視 即是家居閉路電視拍攝小朋友 給了聲音引到其他地方的一條片 我今晚的故事基本上是他的長進版 其實我們沒有夾過 是的 沒有夾過 因為我這個星期太不空 我沒有跟夏師傅夾到 這個星期開啟題 但反而上星期的時候 我有一個朋友 親身的經歷來的 這個經歷其實是 ongoing的 即是未完結的 這件事是新鮮的 暫時告一段落 可以告一段落 暫時沒事的 但是之後有什麼後續就要之後才知道 那你現在說這個故事的時間 跟我們剛才《靈異小新聞》的時間線 都幾時相近 應該比它早一個多兩個月 即是三月 四月 我猜二三月應該還沒動完那段時間 但是位置就不是香港 就在韓國 韓國 這個女主角就是我一個舊式 一個挺漂亮的女子 是X來的嗎 不要說 不是X來的 不是X來的 在這裡我整天都不回應 接著 她現在已經嫁了一個去韓國 已經有十年 即是變成了韓國人 應該很久了 越來越漂亮 變漂亮就當然了 她已經有兩個女兒 差一年 即是她兩個女兒 兩個都是七八歲 八九歲左右 你當她 不是七八八就是八八九 即是她掛了過去之後在那邊生的 在那邊生的 她老公是韓國人 她老公的工作時間都很長 而且經常都要出差 她多數都是獨力照顧她兩個女兒 基本上是 家庭主婦 近乎全職 但是她老公 她告訴我 結婚十年 十松年 她跟她老公 見面的時間 都是兩三年 哇 這麼疏 基本上有七成 有七成 她老公就不在家 OK 即是她統計回來 那時候 是的 即是說真的還是說笑 萬一說真的 那我懶得了 很尷尬 她兩個女兒都開始長大 趁兩個女兒上學的時候 就去做兼職 賺一下零用錢 你說做什麼 那我就不太清楚 其實我想多數都是 超級市場 或者 快餐店 是的 即是服務業那類 因為 以那個時間來計 那些時間 以有人來聘請 是的 亦都可以隨時放假 韓國應該不流行大課直播 我想應該不會做大課直播 應該不會吧 如果是的話 她什麼時候上班就可以了 然後 兩個女兒 都很懂得照顧自己 都不是說 還未夠十歲 都很懂事 這麼厲害 是的 但是有一天 她的大女兒病了 少病 但是也不太舒服 就請假 在家裡 她女兒請假 她當然想順便請假 照顧一下女兒 也好 怎樣也好 她生病 無論如何也要照顧她 然後她打電話回去 但是經理幾乎跪著 哭 說不要啊 今天不夠人 求求你救我 那些事情 然後她 問一問女兒 媽媽上班行不行 你可以照顧自己嗎 幸好你在韓國 是的 在香港 是犯法 香港犯法 切蜜毒流兒童在家 那些公仔又掉了 是的 怕天下來了 啊 因為真的有條法例是告她的 沒錯 而且那條政府宣傳點片 跟我們那個搭檔一樣 其實我想現在 有很多沒有黃度 其實現在的情況 都是一樣 當然 當然 都不是這樣 周街都是獨流兒童 是啊 沒事就沒事 我經常都說 是啊 即是到你有事的時候 你就知道了 沒錯 全港都知道 然後就要告這條 又告那條 然後她家裡 她就說 你如果可以的話 媽媽就上班 你覺得可以嗎 OK 那我就打電話給你 沒有網管 那她就 那她不舒服 沒有網管 也沒用 是吧 立刻精神 這樣 這個高焦 這個高焦 這樣 然後媽媽 臨出門口的時候 就跟隔壁屋交代過 就說 我女兒就不太舒服 她就在家裡 但是我沒有辦法 公司要人 那你可不可以 那你可不可以 就過去看一看 女兒 那旁邊的屋子 跟她也好朋友 那這樣就 沒什麼所謂 答應了她 幫一下眼 那至於情況是怎樣 交下鑰匙給她 還是敲門 那些 那我就不知道 因為 我免得在這裏 叫她這條人 因為畢竟她也是一個美女 那這條人 那這條人真的 的確是沒有搞到 給我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OK 那跟著 那她回了工 那有小息時間 那小息時間的時候 那樣呢 就打開APP 因為她就安裝了 一個家居的閉路電視 啊 所以就跟剛才那段 利用新科技 對 跟之前那一節 那個影片 那個題目 都挺吻合的 那她就 一開著閉路電視 看到什麼呢 那女兒又不是在睡覺 又不是什麼 做怪事 她就站在自己的房間 門口 是 就看著那個廳 到門打開了 是 就是房門口 她站的那個位置 就還是在房間的面積裡面 房間裡面 房間裡面 的門口 就向著外面 向著廳 那 就好像口吱吱 這樣 口吱吱 對 就好像跟別人聊天 那樣 但是呢 比剛才那個找東西還怪 奇怪的地方還沒到 還沒到 還沒到 說了兩句之後 突然間 有一隻手 搭住了 就是在門外面 搭住了女兒的肩膀 有一隻手 就是閉路電視 就是拍了一隻手 對 那當時那間屋 是不會有其他人在的 還是鄰居 然後 我這樣直觀 她馬上轉過去廳那支鏡 咦?她那個可以計算的 有兩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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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支廳 一支廳 雙僵了 一支廳 一支兩個女兒的房間 噢 然後她馬上轉過去廳那支那裡 那個廳向著房間的位置 是沒有人的 咳 這隻手是 那嚇到 傻了 馬上轉過去 這樣就沒有一隻手 是 但是那個女兒依然好像還在跟人聊天一樣 噢 那跟著呢 馬上關了一個APP 打電話給那個女兒 是嗎 那女兒就沒有聽到 沒有聽到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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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沒有聽到電話 打電話給鄰居 鄰居呢 這麼巧就外出了 有聽到電話 有聽到電話 但她不在家 她不在家 我不在 對啦 我要一個多小時後才回到 那她不能去看她的女兒 那 大件事 對啦 怎麼搞的呢 難道有其他人 她最怕可能不是怕有什麼 對呀 是怕有沒有人 在家裡 她剛好拍不到她 她那裏還很大 你躲在哪裏呢 那隻 唯有 再轉過去的時候 再轉過去的時候 那女兒就 只是看著外面 還是站在那個位置 對啦 嘴裡有沒有說話 基本上是看不到的 但是 又沒有一隻手 好 那廳又沒有東西 那鄰居也說 一會兒會回去 那女兒 除了這樣之外 又好像 沒什麼 沒什麼異樣 廢啦 那真的很難抉擇 自己又突然間 不知道有什麼心態 走又好像不是很好 其實可以說一句 自己眼花看錯又不行 都不知道收不收工 她就 終於有一個想法 就是 我等一會兒 等一會兒 看看有沒有異樣 沒有異樣 就讓她先 有異樣 我管她什麼都好 我回去救命 但是她回家的路途 要多長時間 我想起碼要半個小時 然後 隔幾個小時之後 偷偷地拿個電話出來 再開APP 看到女兒就睡了假 在自己的床上 那她就安心了 對 那她就安心了 至少沒事先 之後她還多一間的時候 鄰居就發了短訊給她 就說 我去看過她了 沒事了 嗯 對 那真的好像沒事 好像沒事 這樣 這樣 回到去 這樣 那個小女兒也回家了 這樣 小女兒去了哪裡 小女兒上學 喔 上學 是喔 她請了教育 小女兒沒有請教育 小女兒也回家了 她又回家了 看到大女兒好像很累 等一會兒再問 到第二天的時候 再問她 大女兒說 我昨天沒有跟其他人聊天 除了鄰居之外 除了鄰居之外 那那時候 我沒有跟你 除了你 阿妹 鄰居 沒有了 但她應該睡了一覺 她病了睡了一覺 沒見過鄰居 不是 有 鄰居敲門的時候 打開門 告訴她我沒事 可能 我不知道 總之她有跟鄰居溝通了 對 但是 你 我明明看到 你 站在房門 對 已經站在房門 那個人已經進到廳了 對 還看到有隻手搭著 但你說沒有 那也沒有辦法 那 先觀察一下 可能你的朋友 要當自己眼花 如果大女兒這樣說 她唯有當自己眼花 唯有 但之後就證實了不是眼花 對 那 隔了一個多星期之後 她老公就回家 出完梯 那幾星期 我都說她老公是正在太兇人 對 然後 然後 就回家 當然 她回家之後 就 有跟老公說過 發生這件事 對 女兒的事情 那 老公 一簾 一簾 觀察 跟進 那些 那些 泡菜 沒有辦法 因為沒有東西可以做 當然 她們是兩夫妻來的 有一晚 兩夫妻在親密的時候 翻雲覆雨的時候 她就 那當然 不知道 一齊嗎 說得對 難道一齊嗎 WingWing 不要 繼續 要睡了 七八歲 放過人 等多幾年 可以嗎 要睡了 我意思是 誰知道還是站在床上 對不起 然後 兩個人在喵喵的時候 忽然間 老婆 就 看到 老公 其中一邊的肩膀 有她小孩在那裡 有隻手 抓住她的肩膀 好 恐怖 這些 她有沒有形容 這隻手是正常手 人手 人手 男人手 男人手 我記得她好像說 總之不是骷髏骨頭 不是泡水的 不是泡水的 那一隻手 好像抓住她老公的肩膀 還是搭著她老公的肩膀 你心想 這隻手 不是搭著她小孩的手 這樣太遠 又未必可以拍到 對 你閉路電視的手機 很小 分分鐘是720p 480 然後 然後 大哥 幾開心都假的 這樣看到 一喊 他有沒有反手 做了什麼動作 大家在那裡 嘩 他的手語很長 真的 來也不行 然後 什麼動作都停了 所有事情就立即停止 開燈 然後 然後 老公說 做什麼事 沒有覺得肩膀有什麼 他馬上就說 你剛才肩膀有隻手 叫到這樣 一定會有什麼事 大哥 叫到這樣 還不是撞車 那 正常 老公說 沒有 不覺得 怎樣 然後 兩夫妻就聊了一段 老公說 如果再見到 就找人幫忙 好 好在 好在 房子是租的 要散睡 就簡單很多 即是有什麼事就搬走 對 有什麼事就搬走 房子是租的 雖然都租了幾年 以我所知 那 果然 隔了一段時間 就到我小女 大女 大女 病的時候 就有一隻手搭著 然後 老公 老公沒事的時候 不是 老公跟他 在搞事 做愛做的事情的時候 這樣就有隻手 總於到他肩膀 對 小女 現在到小女 小女 有一天 就在家裡跌倒 幸好他剛好就在那裡 但不是跌得好 而且 小時候跌倒 很無所謂 七八歲而已 沒有大問題 但是她的女兒 就跟她說 我跌倒的時候 是覺得有一隻 凍的手 握著我腳 抓住了 有人扛掉 對 即是她走的時候 突然扛著她 有人扯她 那你個人就肯定跌了 但是 她一跌的時候 就沒有這種感覺了 即是可能 扛一扛 扛那一下 是的 扛就縮了手 那女兒反而不是很害怕 只不過就覺得很奇怪 嗯 但是 這個世界就很先進的 又有CCTV的 又回看 因為她家裡 她家裡跌倒 在家裡跌倒 即是聽那個攝影機 可以回看 聰明 然後馬上回看那支攝影機 那支攝影機的角度問題 就只拍到它跌倒 就拍不到腳 有沒有扛著她 即是又在剛剛那個位置 遮住那些 剛剛遮住那些 剛剛遮住那些 那些位置 那 就 沒辦法 看不到 但是 她說得到 但是 一來她說得到 二來之前那兩次 你都沒有做過什麼 但是這次你拔掉人 如果這裡是浴室那怎麼辦呢 她覺得有問題 即是我女性朋友 覺得有問題 因為你開始 有傷害 不是嚇嚇我這麼簡單 你開始 我女兒遇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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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過去的台灣人 就是那些道家師傅來的 最好笑的是 這個台灣人 那些廣東話是不錯的 這麼有趣 只要不是很複雜 他也是可以用廣東話來跟他溝通 挺有趣的 整件事繞了一圈 但是這個就沒有關係 不重要 只不過是一個懂得說廣東話的台灣師傅 但是在韓國上 對 就在韓國上 好像看TVB的劇 整群人在泰國打泳春 全部鬼佬都是何國榮 全部都懂得說廣東話 有趣 好 那這個台灣師傅怎麼做呢 接著這個師傅 聽完他的案子 即是聽了有什麼事之後 他就很有性格 他說 如果檢查到沒有鬼 或者我清理不了 不收錢 是嗎 即是不成功不收費 不成功不收費 但是就算收費也不拿來 那些 然後師傅去到房子的時候 他就說 我就覺得應該有事了 因為為什麼呢 我就看不到 不過我覺得 我一來到的時候 有些東西 很快速地躲起來 在你的房子裡 躲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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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覺得 然後就找他出來 但是 都沒有形容給師傅 聽是什麼時候 師傅就說 應該是跟手手腳腳有關係的 但是不知道是什麼 但是 他只是覺得 有一個感覺 就好像一對手 亂摸東西的感覺 嗯 基本上都中了一半 差不多 但是到最後 都觀察不到 躲起來了 對 唯有 另外找一天 上去開了一個細壇 因為他就想 用一個 規模最小的辦法 最不影響到其他人的辦法 去解決這件事 嗯 因為 你也不想讓隔離鄰舍知道 這裡拚拚拚拚拚 有大規模的事情發生 他知道隔離鄰舍 韓國人其實懂這些事情 我就在想 你有沒有看過韓劇 韓劇就是穿古裝在跳的那些 哦 那些 韓劇也應該有一些 應該有一些法術的戲 應該有一些法術的戲 有 你看綁法 哦 那大概應該知道 但他就是 不然鄰舍真的知道 你家裡有些東西 你叫人回來跳大神 實知道 全個區都知道 你家裡有鬼 你家裡有鬼 整場法術都在做了 不是 你不要拿去廣場那裡跳 是吧 那 然後他知道 用最小規模 最少人知道 這樣的辦法 但是 師傅就說 鬼怪就一定有 但是 我怎樣都引不出來 聊天 怎樣都溝通不了 你也很賣 沒有回應 他也不想理你 不肯跟你溝通 但是他說 暫時都沒有東西可以應付 唯有就用我懂的東西 就是一些東西 看看怎樣鎮住他 你不要搞我的事 我不要搞你 那種 那種方法 然後 他 說得出一道 他真的 不成功 不收費 他真的不收費 搞不定怎樣收 他也付出了很多東西 他也付出了很多東西 拿了很多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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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連封利是 連居馬費都不肯收 很貴重 即是你朋友給了他 他不收 批給他 他不肯收 然後 沒有辦法 但是 有時候 這段時間 他有個好朋友 就住在附近 他兩個女兒 暫時交給他朋友 因為他們很好朋友 大家都很熟 大家的子女亦互相很熟 基本上 兩個女兒 就安排到朋友那裡住 自己住在這裡 因為老公出差 獨自去頂 一個人搞定 聽起來 他幾個家庭成員 都遇過他 他自己沒有 遇過他 但見不到 只有他見到 對 只有他見到 然後 他有時候 就會發覺 家裡的位置不同了 不應該跌落地的東西 跌落地 那些老土情節 那師傅的辦法 是震不住他 也會跟他玩的 OK 因為他這個單位是租的 他就問過隔壁鄰舍 住久一點的 嬸嬸 有沒有特別的女兒 對 這間屋之前有沒有領事 有沒有鬧事發生過 全部人都沒有告訴他 沒有 沒有 沒有引人注目的事情發生過 正常 即是完全來歷不明 不是 是完全 那隻手 那隻手是完全來歷不明的 不知道從哪裏惹回來 總之 我可以預告給大家聽 故事到尾 都不知道這隻手是怎樣的 是的 但現在還未搞 突然間出現 因為他不是第一天住的 第一天出來 第一天進來就有他 都住了一段日子 都住了三多年 然後 運過鄰居 那些鄰居就說 沒有 沒有大問題發生過 即是 之前那些租客 都是幾多人來 就幾多人走 就不是發生過那些麻煩事 那些單位 即是不是上 之前的業主 租客 留下的事情 是的 但始終他都覺得 你這裏住得不舒服 那樣又開始 我女兒 那樣的事情 就免得了 準備搬 就跟他老公說 他老公就 沒什麼所謂的 他都不回來 他老公基本上 都沒有回家 都沒有回家 然後 老公就說 你搬吧 你搬吧 你搞吧 他都沒什麼 我都沒回來 你搞吧 沒錯 然後就說 搬吧 沒問題 搬了告訴我 你給我新的地址 你搬定了 你告訴我 我到時就去那裏 真是氣死 但是 這一段時間 開始準備搬 因為他現在是一個人住 現在是 開始整理工具的時候 有一天 就突然間 就收到一個電話 我電話就是 之前幫他做法事的師傅 就告訴他 他說 我就感覺到 一個信息 我就勸你 不要再住在那裏 快點搬走 還是叫他搬 還是叫他搬 他說 他收到的訊號 就是 他會越來越惡 越玩越大 那就越來越危險 但其實他都在收拾東西 對 他在收拾東西 都知道 東西好像慢慢 越來越離譜 就說 你的房子 如果你可以的話 就盡量不要住 也盡量不要自己 獨自留在家中 即是他自己也不好 對 連大人也不好 他怕他還沒玩夠 語氣都頗堅實 叫他盡快 盡快 危險 我不知道師傅 能感受到甚麼 當然 那個人也不知道 然後 不要怪我 你真是的 然後 他說 最離譜的那次 發生 差不多到最後 最離譜的那次發生了甚麼事 他就說 放好幾箱 一箱一箱的東西 回到來 其中有一兩箱 是打開了 接著裡面的東西撈亂了 是 有沒有全部撈出來 沒有全部撈出來 不過裡面的東西 幫你乾坤帶來耳 即是又是有東西動的 是的 但是又是那些攝影機 又是專門拍那些 原好無缺那些 被人撈亂了那些 就拍不到 即他可能有辦法 令你的攝影機拍不到 如果這樣聽到 或者他撈著攝影機拍不到的位置 沒錯 我也覺得 都可以 其實這東西很高級的 不是說話 韓國人 即是韓國人 真的不是說話 他知道你甚麼位置 即是 如果家裡有鬼 就裝攝影機就沒事了 不是 要他避你鏡頭 要完全避免 覆蓋你全部的地方 你公司要拘捕了 但問題是 靈死角拘捕 我沒有做這行很久 靈死角拘捕 我們可以搞好人經濟 靈死角拘捕的造作 但問題是 如果他要玩到更大 你管不拍到我都會玩 他先弄壞你的攝影機 對,他還不怕 他先弄壞你的攝影機 一支攝影機壞,基本上就有死角了 那你還是搬吧 我不用多,我停五秒就夠了 可以再做個生意 不是,是你 很發達,真的 是時候搬了 要搬了,繼續 然後呢,沒辦法 我都開始搭配東西了 但是我搭配東西的時候 你就弄了,我唯有找搬屋公司 上到來 上到來,一次過一大堆人上到來 一起搭配 一搭配完之後,立即清除所有的東西 我還沒找地方住也好 搬去搬屋公司的倉司 我自己去我朋友家住 即是丟空整間屋 丟空整間屋 你喜歡玩還是慢慢玩 反正都沒有東西給你玩 後來找到屋就沒有再在這裏 找到屋是今天之後的事 甚麼? 所以我不知道 是 這麽近 是 是 好新的 現在就把所有東西都寄存在搬屋公司那裏 等老公回來的時候 一起密室新單位之後 才再搬 要等老公嗎?不是老公叫他自己搞嗎? 不是,不是叫他自己搞,等他回來再一起搞 站住酒店之類的地方 不是,他去了他一個單身的朋友家住 其實不是說沒錢的 但是我不知道他們,別人理財不關我的事 然後他就說,如果遲些搬新屋的時候 一定就要找那個師傅來看看 他說到時那個師傅想不收錢都沒有藉口 真的要收錢,他說完就立即禁止 危險 應該收到一個很要警告他的訊息 但現在基本上他們散落在兩個地方 不算他老公的吧 他兩個女兒在他另一個朋友家住 他自己就在另一個朋友家住 這樣就散落在兩個地方 當然他們是每一天都要見面的 但是都沒有在遇到那隻手 在遇到有什麼麻煩的事 暫時 暫時 即是那隻手是停留在那間屋子 希望是 暫時是 但是如果那個師傅也是叫他們離開那間屋的話 可能不是跟著人的 是跟那間屋 有可能 但他應該如果這樣說,就是剛才整個故事這樣說 一開始住了幾年,這隻人是不在那裡的 不知道 還未出來 還未出來 總之這年 這年就突然出現 慢熟慢熱 這隻手 熟了 現在熟了 那些女生大了 知道你能玩的 那些大了覺得她吵 不想趕走 有可能的 真的不知道 有性感 對子女會不會在家裡發掘了什麼出來 你也知道 你也看過韓劇 韓劇裡面的人很喜歡說說說話 突然大喊 對子女生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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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也不知道那隻手的性格 會不會是差不多 那隻手沒有耳朵聽不到 你怎麼知道 沒事 對不起 那隻手連你準備搬屋都知道 對 對 這麼聰明的東西 避開你的鏡頭 避開你的鏡頭 那好啦 故事到今天 還是維持著在這個狀態 那之後如果 如果再有什麼特別事的時候 那我再報告 但你也知道 別人是一個有夫之苦 如果找人大物的話 就瓜田里下 有很多東西就不好玩了 所以 都要一段時間 都要一段時間 寫情書 不要啦 不要搞這些東西 那再 告一段下去 一段下去 那如果 我當然是希望他們沒事 其實我心情很複雜 他們有事也好 但又好像 有事也有故事說 但又很無良 如果我這樣想 所以希望他們沒事 我也希望他們沒事 我口說就 希望他們沒事 那大家如果 家裏有什麼不對勁 就買一支鏡頭 對著他 對 那些東西最喜歡 在鏡頭拍不到的位置 作償 即是 你可以維持到一個位置 你想抓他 那個位置就是 唯一一個死角 放生 放生 留一條山路 讓人走 然後找師傅來捉 就困住他 嘩 這些是空城計 請君入胸 那些朋友 真的 通曉兵法 厲害厲害 那也是希望他沒事 希望他沒事 如果過一個多兩個月 我也沒有新進展的話 應該沒事 說給大家聽的話 應該沒事 應該沒事 希望到時他見到她老公 哈哈 今晚多謝阿卡 不要這樣說 希望好玩 這個 這個真的有點寒氣 對 手搭上去的時候 又跟第一節的和應 又畫面 真的剛剛沒有 好像第一節那樣又畫面 有些東西真的沒有看過 真的沒有看過 真的沒有看過 真的會這樣 好啦 真的吃得很飽 今晚多謝大家收聽 正是收聽了 現在 是啊 大家要重溫 就去YouTube 可以幫我們重溫 看回我們的 是啊 想看過影片的話 幫忙撐一下view數 是啊 是啊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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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